来人只想给生病的父亲送用 可却被守卫拦下 不料他却发现路人正准备引爆手臂里的炸弹 于是赛格连忙撞开守卫 紧接着将那人按倒在地 随后补上一拳 这时反应过来的士兵才连忙开枪 而赛格这英勇的表现被克星国主看在眼里 于是不仅帮他恢复被剥夺的家族机率 甚至还将审判长的女儿许配给他 但前提是他要带着仇人的姓氏 看着眼前14年前判处自己爷爷死刑的审判长 亲自摘除自己家族徽章的家伙 赛格多想给对方一拳然后扭头离开 可为了家族复兴 他选择了默认 但在回家的路上 他却看到了高层在欺负了我 愤怒的他二话不说 直接两拳将那人放倒 不料就在他想继续给拳时 却被一顿设计劝退 可他根本不服继续理论的 谁想一个女高层却突然走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将赛格安在地上 并且给他带上了磁力手环 随后直接将赛格带走 但没想到在没人的地方 女高层竟给他解开了手环 并且约赛格明晚老地方见 好家伙 这是前一脚白的一个未婚妻 后脚还有个老朋友 而就在赛格美滋滋时 在酒吧盯着他穿着地球服饰的男人 却再度出现